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身边坐了要塞证券市场总市务总监国施志郭sir 在这里为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投资问题 快点打来204-6566 我们先听听家庭观众电话 电话旁边有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到你 想问1066威高 未有货 是否现在买 可以买这些 明白 威高股份你是想短炒 还是中线部署 短炒是短线的 明白 好我们先看看威高股份的估价 看到1066 暂时跌了1% 到7.9%这个位置 郭sir看到这间公司 是做一些一次性的医疗用品 前景怎么样 郭sir这个时间短炒博博得过 第一就是市场的需求很大 13亿人口 对医疗的设备 药各方面的需求 根本上只会越来越多 尤其是一次性的医疗的器械 更加不用说了 包括打针或者其他那些 市场需求是大的 基本因素也不是太差 但是要说的是 以往值来说 市场率就高了 整六十多倍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怎样 我觉得呢 就算业务的增长是比想象中好 但是估值去到五十多六十倍以上 我的想法都是偏高的 再看这个息率 一堆都没有 好老实说 我想就要了解风险管理 一定要做得好 短期来说 先给你一个技术上的低位 一个月的低位 七五十六指 一旦跌穿了 老老实实 你说是短炒的 跌穿了七五五六 的话 这些三胡指 就算了 初步的目标 暂时来说 如果升破百元的话 轻轻看上一个月高位 八角四五四 即是上面大概有五五四指的目标 下面是三胡市的风险 现在这一分钟 是属于一个整固等变的形态 但相对高位下来 其实已经跌了不少 唯一要说的是 现在股价 暂时来说 都是站在一条五十天线楼上 情况就不是那么差 不过不管你怎么也好 做好风险管理 你要短炒的 就短炒了 问题不大 黄先生可以留意着 郭sir觉得 如果你现在现价买入的话 止切位就放在七五六这个位置 上网会去到八个四 看到照计的话 其实升跌的上下幅度 都不过百分之十 最好做好这个风险管理 好 我们下一位家庭观众 Kenny在电话旁边 Kenny你好 你好 有什么帮到你 Kenny 我想问一下 1164的光 中广核 是 1164 值得买和在哪个位置 明白 明白 好 你是不是都是想短炒 明白 好 看到中广核抗业 164暂时股价 都叫做有些异动 郭sir看到升到百分之四上去 看到图表势头非常凌厉 中广核抗业都有些央企背景 少少 纯粹短炒 最重要是做一些风险管理 其实几毫子的股份 升到一元的话 极具一定的吸引力 因为一上到一元的话 一般的憧憬 就是过二过三个头 不要紧 现在这分钟 既然创了一年的高位 就拿回近期的低位 其实一个星期的低位 只是8毛1 8毛1升到现在9毛8指 已经累积的升幅超过20% 所以一旦不对板 蚀一半 即是9毛左右 你就要履行你的止蚀 你先说明 你纯粹短炒 目标可以看过一过二 不要紧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成交禁压 这几天股价不断向上攀升 成交禁压是配入的 即是市的动力 这个股份的上升动力 是没有塞到的 你看一支 两支 三支 羊竹 成交禁压越来越大 不过我要补充一句 由七毛几指上来 所以一旦不对板 一翻转头 跌穿九毛二指 亮了警号 如果是纯粹短炒 九毛二或者九毛指 你就要止蚀 做得到的 上下车没问题 不过我自己觉得 就是不要那么大手 因为通常来说 几毛指的股份 能够出现这样的上升 除了一些基本因素之外 很大程度上 是投机炒卖的买盘所造成的 大家一窝蜂来追 你追得越大手 日后你回吐的股盘 压力就越大了 成正比 好了 做一些风险管理 九毛二或者九毛指做的指示 如果你现在这一分钟买的 目标105也好 过一也好 就看细而做 好吗 留意着 郭sir给指示位 就是九毛指至九毛二指 上网可以去到一个一次一个二 做好风险管理 虽然郭sir觉得股价走势 都挺有成交配合 始终都要严守这个指洩 郭sir看到 今天看到刚才两位家庭观众 都是一些相对较小的股份 明天也有些不同的股份 公布业绩 就像这个国泰军安1788 此际券商股都有些炒作 就是中证监计划放宽风险指标 便是向市场释放一些资金出来 明天国泰军安就会公布业绩 会不会有些冲勁呢 以往值来说都是18倍的市盈率 估值就不算很高 还有未来湖港通对一些内地的券商 始终都抱着正面的态度 当然之 由我说的是两个几十三元来到现在 累積的升幅已经不小了 近日A股的确会回暖 尤其是上证指数一直咬着高台 如果你说去到中港通 是十月中旬到 如果两地的股市交头都是暢黄 或者说成交金额仍然还是高企 有人谓说一众券商股可能受惠 这千万多虽沒有指数 如果有一些中线落部处 我觉得純一次买买也无相关 因为始终政策已说出 而且今次的湖港通 由我们的总理公布 不是很多连驰 直通车的人 是近日民家的传言 好了 不過考慮到低位上的幅度已經不小 一個月的低位4.7元錢 到現在5.8元錢已經20% 做不做風險管理 自己決定 我覺得 純粹短炒的話 一個星期的低位5.46元 是技術上的止蝕位 目標一旦突破了6元 你可以輕輕地看上去 6.2元或者6.3元 這個問題也不是那麼大 如果我不是做止蝕 我不是短炒的 我是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我看好三個月後 半年後 胡廣通 內地股市和 香港股的交投是會大 不要緊 你就不需要理會 5.4元錢 或者5.46元的止止 事實上來說 短炒 賣2萬股 現在就賣1萬股 只不過不要那麼重手 但如果你說中線部署賣2萬股 現在先賣5千 去到5.4元或者樓下 再賣5千 你分三主要分四主要慢慢賣 中線就不需要你那些技術上的止洩位 最好就跌得多些 你可以買便宜 拉回平均價 你始終勝算比較高 但純粹短炒的 老實說 就不會看得那麼久 我上面賺你幾毫子 下面我承擔風險 亦都不應該太多 這點你要記住 剛才提過國泰關安公佈業績 如果真的想炒戶廣通 會不會明天公佈業績 港交所還直接 看到港交所的股價 174元 接下來 會不會有機會 在上破高位176.9 174.5買港交所 升到176.9 賺2個多元 相對170多元股票 只外乎1.5% 我不拼了 老實說 港交所這幅的升勢 由136元開始 去到176.9 升了40元 上一幅 由112元 升到152元 亦都升了40元 升了40元 港交所就有一個技術上的回調 由152元回調到136元 然後136元再走上來 就算業績好 或者前景比較亮麗 這幅已經反映了 所以 任何環境 如果純粹是 做一個短炒的 博去的業績好的話 我覺得這幅買港交所 一定 很少風險管理比較好 就算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我都不會說現在太大手買 事實上我在分行推介港交所 總是120元 推介那分鐘當然不知道有直通車 不知道有湖廣通 效應 但大家知道 8.3、8.4、8.5都一直叫推介 一百三十幾、一百四十元 都叫人買 但都想不到它那麼快 上升了170元 最好現在這分鐘 暫時觀望 等業績公佈之後 看看大使會否深一點調整 才再作打算 好 這一節 很多謝郭Sir 幫我們解答家庭 觀眾問題 郭Sir 剛才提到我的相關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 這節時間來到這裡 稍後我們會繼續解答家庭 觀眾問題 快點打來 2046566 跟我們聊天 稍後再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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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